哈囉大家好,我是聖傑 那在之前的影片當中呢,我有介紹過我最喜歡的棒球選手是寧富德 那我今天要來介紹一下我心目中最愛的籃球選手 那其實在做這個Talk人物主題的影片的時候呢 我的第一部影片那時候是叫做被遺忘的台灣戰神李雪玲 那雪玲當然也是我非常喜歡的球員啦,但他並不是我的最愛 那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一位選手呢 其實跟雪玲同隊的時間也非常長,不論是在中華隊或是某一隊 那其實他可以算是台灣藍坦的一個傳奇人物啦 那其實我那時候也是注意到他也是覺得居然有一個台灣的球員 居然能在外國人的頭上灌籃,然後有那麼勁爆的體能 那我真的覺得是非常的不可思議 那位球員就是有台灣飛人稱號的陳信安 而我在開始看籃球的那時候大概是第四季的SBL 那時候其實那一季的信安好像表現得並不是非常的理想 因為他前一季好像是有赴美去參加什麼訓練營啊,然後拒絕了中華隊的徵招 後來好像有一段時間被國內競賽還是什麼的 那時候我也搞不太清楚,因為那時候我才也才國小而已 那其實第四季他表現得是非常的不理想啊,不符合他啊 原先的那些大家對他的期望那樣子 而且我還記得那一季的頒獎典禮上面,陳信安是完全沒有出席的 那有一篇報導甚至還寫消失的飛人陳信安這個報導 那其實我那時候還不知道信安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啦 就是他到底有多強這樣 但是我好像是在中華隊還是在哪個比賽看到他 就覺得,哇原來陳信安這麼會飛,那這麼會跳 他的彈跳能力那時候在國內真的 就算是現在應該也沒有人能夠超越他當時的陳信安吧 那他也在下一季也就是第五季的XBO呢 找回了他應有的身手 單季平均得分來到了25分 當然是拿下該季的得分王,外加是那一季的年度MVP 不過,玉龍在那一季想要重返榮耀 重返榮耀,依舊是敗在了台皮的手下這樣 那隨即信安也前往了大陸去發展 那但是呢,在大陸似乎得到的出賽時間都非常的有限 那當然也因為傷痛啊,年紀的問題而回到了XBO的舞台上 然後最讓我意外的是我本來以為他會回到玉龍隊 沒想到他居然是加盟了當時的蒲緣 而那時候蒲緣其實是一支非常年輕的球隊啦 那有信安這種經驗老道的球員加入了 當然是對於球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 然後信安當時其實已經步入了 就是比較成熟的球員年紀啦 那也就是靠著他的經驗 然後還有他本身擁有的實力 帶領蒲緣打造一段橘色的王朝 那大家都知道他在33歲的時候就卸下了他的非人戰靴 然後就是正式的退休啊 那那時候其實看到那一場退休賽也是覺得非常的感動跟不捨 那其實我當然還是覺得信安33歲就退休是太早了一點 但信安說他想要把他比較好的一面留給球迷們 就不要說是年紀大還在球場上面硬撐這樣子 那我當然也是覺得會支持信安這個決定啦 那雖然沒辦法再看到他在球場上奮鬥的那個畫面 不過信安永遠是我們這些球迷心中的台灣非人 然後他那一句經典台詞呢就是 所有人都知道NBA很遠 但只有我知道有多遠 這個純吃茶廣告的台詞 那也是應該說是所有台灣球員追逐的一個夢想吧 那其實近年也有非常多的年輕球員赴美去讀書啊 或是挑戰一些更高層次的比賽 那也希望真的有朝一日呢能看到台灣球員在NBA的賽場上 去為我們台灣籃球爭取更高的榮耀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可以幫我點喜歡或者分享 那如果你想持續追蹤我那就幫我點個訂閱吧 那今天就到這邊結束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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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